火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預防 就是讓火是在初期發生的時候被控制下來 那我們必須要準備的第一個東西是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再來就是滅火器 還有我們的緊急照明燈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有分兩種 一種是蒸煙型的 一種是蒸熱型的 蒸熱型的話我們是建議放在廚房 因為我們煮菜的時候它會有油煙 那油煙它往上跑的時候 它就容易去觸發到這個警報器 那如果你放的是蒸熱型的話 其實煮菜的那個溫度 並不會去觸發到天花板上面的那一顆住警器 所以我們蒸熱型的都是放在廚房裡面 那其他的住家的空間 比如說客廳、樓梯間或者是寝室 那我們建議是使用蒸煙型的 每個空間它都應該要放一顆蒸煙型的住警器 滅火器的話我們一般居家建議是使用五磅的 那乾粉型滅火器的話它可以滅A、B、C三類的那個火災 那A類就是普通一般火災 比如說布啊、紙類的這些一般火災 它B類就是油類的火災 比如說你煮菜產生的那個火災 還有C類是電氣的火災 這三類比較常見的火災 乾粉型的滅火器它都可以出入 火災發生的時候可能會斷電 或者就是說可能會濃煙密布 平常時行進的出入的通道上面 放一顆緊急照明燈的話 那它斷電的時候它就會自己亮自己發光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說你現在應該要往哪個方向前進 最後居家用火不慎也常導致火災的發生 市面上也有自動關火的產品可以協助 防止空燒引起的火災問題喔 謝謝